大家好 我是王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为00后的年轻人 那么你自己的理解又是什么 对于祖国两个字 三四岁的时候 我家里人教会学古诗 第一手学的不是床天明月光 不是鹅鹅鹅 什么 学的是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里千山直等闲 学的这个 然后我家有一个中国地图 当时我爷爷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是中国地图 他说你要记住 这是我们国家的版图 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 然后这是我们中国 就记得我是一个 生在中国土地上的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那地图现在也还在呢 都一直都挂着 应该感谢 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教育 前段时间我还听他们跟我讲 我还不相信 他们说你有骑自行车去天门 看生活骑仪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是要挑战自己 好像晚上没睡 还是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起来骑自行车 从东三环骑到天安门 然后去看生活骑就这样 国骑炎生起的那一瞬间 很多人都会说 有一种想哭的瞬间 但不知道说 哪儿有泪不轻弹 那一瞬间你会怎样 当时去的时候 所有人站在整整齐齐 然后眼睛直视国骑 就看国骑炎生起 然后听着响亮的国歌 然后所有人就静静地看着他 当时我觉得在心中 就是那几分钟 升起的是一股中国的魂 年轻一点的话就非常然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那种自豪感 就是由然而生 这次呢是去柏林电影节 是带着作品 是不是底气更足了 虽然我觉得这次去柏林 是带着作品去的 但是其实心里还是 有一点点紧张吧 就觉得说 自己真的还需要 有很多努力 然后才让自己更加有底气 但那一次呢去的时候 也是真的由衷地感到自豪 因为我们中国 带着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进了柏林电影节 然后让世界的观众 看到了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 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呀 小时候梦想跟大家一样 当科学家 那么现在能不能再想一想 说十年后的亡元会是什么样子 十年之后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 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不是说着玩的有贡献 就真的是在自己的行业 做出最大的努力 给正能量的影响 给到那些所有关注我 看到我 喜欢我的人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 这样的一个不变的初心 继续前行 今天呢我们也玩个小游戏 给你准备了彩笔和画纸 然后给我们来画一下 属于你心中的中国心 这首先是一个五星红旗嘛 这代表了咱们中国 首先是国照着每一个家 有强大的祖国 才能有每个强大的家 那家里面有每一个人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更加强大 然后才可以让这个家更好 家更好之后 才可以让国家更好 从你出道到现在 大家都觉得是谦逊有礼的王源 而且是积极向上的王源 一直也在做公益 是原基金 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你的成长 我觉得原基金是一个蛮好的组织吧 因为我们之前做的项目是 一个是白内障 一个是神经母细胞瘤 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件事情 那当然前期的费用什么都是自己出的 然后后来会有社会捐款通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让所有人都能关注到这些群体 心中有爱才会有光 现在是不是还有爱生学校 这样的计划 爱生学校的话 是联合国的一个项目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朋友和朋友 在我的联系业与教育上的专业 我自己说 教育上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在建立的幸福 信心 和保持的孩子 当时不仅仅是我 很多中国的青年人 在联合国那个地方 发挥自己的意见见解 然后在那里发光发亮 到联合国那个主开会的那个厅的时候 我发现中国 中国在所有发言的第一盘 很醒目的位置 非常醒目 当时我觉得 哇真的由衷的自豪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唱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摧烟 小小村落 路上已倒着 二十度 好